好的电视机今天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不要忘了你可以通过CNTV中国网络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专区为我们的表演嘉宾投票喜欢谁就投谁的票我们每期节目都会评选出人气前三甲人气最高的节目嘉宾啊在我们的春晚临近之前就有可能登上春晚的直通车面对春晚总导演真正的登上春晚的舞台那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来回顾一下 上一期节目的人气前三甲 11日 祝贺这些目前为止人气居高的表演嘉宾也希望我们其他的表演嘉宾能够继续努力 那所有有才华有才艺并且渴望能够登上春晚舞台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我们下方的报名方式来到我们的现场期待您的参与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嘉宾 您好 您过年好 上春晚了吗 这不是 上春 对呀 您就直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要为大家表演的是相声表演者方清婷 我就直接按春晚给您报幕了 行行行 这是相声演员方清婷 但其实方清婷以前一直是搞创作的 对幕后 对为什么从幕后跑到了台前 这就是怎么说呢 那什么急了跳墙 然后呢 编剧集了上台 每年我春晚我就是参加好些戒了 每年我都忙活半年最后人家露脸 哥谁谁心里不难受 不平衡 终于忍不住了 我也试一把 谁知道哪块云那有雨 万一要成功呢 我知道这方清婷是给冯孔写了好多段 对对对上春晚的好几个 都是你写的 去年的冯孔老师的江坤老师的 我都参与创作了 你都参与创作了 这真的这绝不是吹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正现在这他知道那幕是吧 这是真的 方清平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他的作品非常的优秀 很多春晚的这些个艺术家们表演的节目 都是他创作和参与的 所以说他的节目我也非常喜欢 您非常欣赏 我相信他今天带来这个节目 绝对不会令大家失望 好 谢谢赵老师 我的燕没摆给您 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个问题 他之所以在台后创作不在台前 一是他脑门没有人家亮 二是他脑袋没有人家大 我这脑袋跟谁比不亮啊 走到哪我都是亮点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方清婷创作的作品 上春晚的几个作品好不好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是猴年呢 我要一猴当仙 一会儿你们万猴奔腾 对 我就要横背冷队千伏纸 扶手甘位 如此猴 这个胖子是开小卧车的 我是开小胖车的 这个胖子的小卧车 碰着我的小卧车 所以我一定要这个胖子 逼我的小卧车 这是我们方清婷参与创作的04年的 对 都是我编的 你觉得他们说的可乐 那词都是我编的 其实 今天带来的段子是 我爱便宜 这就算开张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 您那掌声是欢送那个董卿下场 我没名啊 死的台上都没人认灵 不过刚才在这演播厅门口 一孩子认出我来了 你演员吧 演阿凡达的吧 我说对呀 想要我签名吗 掏两块钱 孩子他爸没在边上 我挣两块钱 我这人就是这优点 我会占便宜 我买过一双皮鞋 郑建老师那个脑袋 老人头的 和人民币20块钱 琢磨怎么那么便宜啊 我告诉你啊 一只38号的 一只42号的 我买回去之后改装啊 42号那只啊 穿着大 我在前头那垫了块小木头 38号那只改成40号麻烦了 问了好几个修鞋子 没这手意 我姥姥给我出一主意 让我缠足 感谢季老师领长 让我缠足 我可不是封建妇女啊 封建妇女是两只脚都缠 我这一只缠 一只不缠 这季老师给我起了个名字 说这叫半封建 半殖民地 真缠起来才发现 这缠足是童子宫 40岁在缠 缠不上了 我拿着鞋上那个商店 不退不换啊 我上鞋柜台那等着去 看有没有特型脚 两只脚一大一小 我把鞋卖给他 等了三天 一个特型脚没有 最后啊 四个售后员 凑20块钱给我了 一来客人 我就问是特型脚 不是啊 人客人以为 这是特型脚专柜呢 转身就走 鞋柜台三天没开张 影响营业额了 人家能20块钱给我打不走了 往外走 路过这个食品柜台 抓了一把糖豆 搁嘴里了 售后员没素质 还拦我 您不能吃 先尝后买 那是狗粮 替我们家狗尝尝 我怕他吃的不顺口 吃完狗粮往外走 一看呢 门口写着大广告 明日买一赠一 每购买一台电冰箱 赠送 一块大雪糕 我头天晚上五点就去了 总共就五百块雪糕 赠完为止啊 到那一看 排四百九十多人了 那天是去年辣班 一年里最冷的一天 凌晨三四点 鬼刺眼 下着小雪 挖着小风 他们有头发还好点 我这脑袋直刮呀 头皮都冻裂了 冻着我直打脑袋装电竿子 早晨起来 吃了完了雪糕 直奔医院 感冒了 到那一看那个眼科门诊 正搞活动 免费摘出眼球 给我媳妇打电话 亲爱的 免费摘眼球 你说我摘不摘 我媳妇急了 你眼睛有毛病啊 没毛病啊 没毛病干嘛摘眼球啊 你这有好处啊 我要一只眼看电影去 他得收我半价票吧 从这个医院出来 路过游乐场 一看呢 那正开展有奖蹦及活动 头一个我就钻上去 工作人员把我绑好了之后 我问他 大哥 咱们这没出过事吧 工作人员说了 您放心 我向您保证 一点事故都没发生过 这设备 这设备刚安好 你第一个玩 我 怪不得有奖子 拿我尸首 豁出去了 也一闭心一横跳下去了 在几十米高空荡来荡去 一点没害怕 就是抽风了 我这人运高 穿高跟鞋都吐 再加上新脏病 高血压能不抽风吗 醒来投一句话 就问这工作人员 我说奖金呢 他说没奖金 奖品呢 没奖品 不是有奖吗 对呀 那什么奖啊 免费啊 再奖一回 我说不奖了 谢谢方清廷 谢谢董老师 在这个不久前结束的 这个中央电视台 巷人大赛当中 我特别喜欢你说的那个 幸福童年 对 幸福童年 也是凭这个作品 当时是拿了一个二等奖 符合我性格 因为我就有点二 真是 这拿二等奖可不容易了 因为单口巷人不好说 五年来就这一段 对 五年来第一次单口巷人 那我觉得你为什么 你给别人写也都是群口的 或者是双人的 俩人的 为什么你自个儿写就一个人 你不找个搭档呢 你想要是五个人上十分钟 一人和两分钟 这我一人上五分钟 我就比他们占便宜了 你又占着便宜了 对呀 那你找俩人 帮你捧着 那还是一人和二分半的 但是他不有个人帮顺着吗 我不用 我这自己就够了 我相信我的能力 真的 来我们听一下各位评室的感受 大好说好听不好听 好听 不光你们爱听 我都爱听他的节目 还有很多 非常非常幽默好听的节目 非常优秀 而且非常幽默 这种冷幽默 是我们现在所缺失的 而且他创作的节目 思想性非常强 还非常时尚 所以说 我认为今年春晚 小方没问题 我有信心 谢谢 同志们 鼓掌 我们是一个单位 所以他说了 你也不用太信 刚才听他的这个 为什么觉得好呢 我不懂啊 这个说的不一定直接 但是让我感受一点 就是传统相声 又回归了的感觉 我有这个感受 你这个相声 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在上面说半天 大家也不笑 或者也没感觉 好的相声作品呢 都会给人家留下回味 而这种回味啊 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对人生的感悟 这个不是说教 真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想起来笑 还笑 有的时候经常会站起来 突然就乐了 他说你神经病 你乐什么 哎呀 我想起那个段子来了 哎 这就是相声的目的 就达到了 方清平 所以这个很愿意 也很希望在春晚的时候 看到你 谢谢 好 谢谢王老师 谢老师 谢老师您很有发言权 很多年前您就开始说相声了 半口相声 啊我那个 他跟王平合作 说过好多多少相声 对 跟王平 跟那个 那个 所以我为什么说你光头不亮呢 所有的光头我都合作过 陈汉白是不是 陈汉白 张大礼 反正光头我都合作过 哎呀 哎 你这是为了上台才弄这么有特色的造型 还是你以前一直就 不是不是 我跟我一个 我有一个哥们是个歌手 他说我们俩打赌 我输了 谁输了谁就得踢光头 几年前 然后我就一直踢到现在 就没留 习惯了 也就是说你到现在还没赢过 不是 后来就没有打赌这事了 就懒得留了 这根绳洗发水又占上便宜了吗 废擦脸油 不过说正经的啊 我觉得这个相声呢 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 其实相声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应该是一个讽刺与幽默的艺术 现在有一些相声为什么会出现有一些问题呢 它就是因为 讽刺的功能没有了 幽默呢是拽着你笑 你必须得笑不可 你不笑不行 要不然我就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们从今天这段 刚才这段相声 我们确实像刚才王老师说的 它确实有一种原来的相声 在回归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 我带着鼓掌的那段是吧 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他说让那个裹脚 这个你必须得有这个年龄 他必须得说他老了 他才可信 要是说他妈让裹脚 他妈也没裹脚脚 你明白吧 所以一下呢 他就能够让我们带到了那个年代 所以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不过我们这有这么多闲人 让他也说一段 刚才我让他跳舞 不跳 您别着急呀 这事得听主持人的呀 瞧把您给急的 哎呀 这不还得先谢谢方清婷 方清婷 谢谢方清婷 然后人走了之后 咱们再请出老师级的 还得等我走了之后 我还得得一些年走了 先把您送走这个舞台之后 行 那我走了 能走吗现在 能走啊 行 那我走了啊 再见啊 再见 不送啊 有空常来啊 但是谢谢 谢谢方清婷 谢谢 其实这么积极的把他送走呀 就是为了要接下来请出 政见 特别是纪连海老师 他们俩说一段行不行啊 我看行 真是说呀 那稍微说一回 那说一回也行 那不行 那我这算什么呀 我正是巴紧的跟大家介绍 我们要说的这段 原本是情口相声 曾经在那个央视播过的是我 英宁王与波是仨人说的 现在呢 既然你在这 那你是 你当网友窝窝 你这脑袋 你剃个头就挺像 是谁呀 这是 你们俩来 来掌声 送给二位 郑老师 你看过三国吗 咱国都看了 三国看过了 我看来看去 我发现三国里头啊 有一位路痴 三国有一位什么 路痴 就是不认识路 这位是谁呀 这位呀 那三国里头大名鼎鼎 第一条好汉 第一条好汉 那个红脸的 藏胡子的 关云长 关公 关公 关公怎么会路痴呢 我有证据啊 那您得说出来 你看三国演义第27回 他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关公啊 在曹曹那听说了 刘备在河北 袁绍那 于是乎 准备 挂官而去 这一路之上 过五关 斩六将 到河北 先过五关 问题就出在这了 出在哪了 过这五关 哪五关呢 五关知道啊 鼻子 眼睛 耳朵 嘴 这不五关吗 都在这儿吗 啥呀 这过五关是 东岭关 东岭关 洛阳 洛阳 四水关 四水关 行阳 行阳 华州渡口 这么个五关 这东岭关呢 咱也不知道在哪 咱就算他过去了 但是这儿 诸位要注意啊 他从哪出发的 从哪出发的 从许昌出发的 从许昌出发 他要找谁呢 找他哥哥刘备 刘备在河北 对不对 没错啊 河北在许都 现在的许昌 东北呢 在东北叫 他跑洛阳 西北干嘛去了 就是啊 你说 这第一回不去道了吗 是路痴 这还没完呢 还没完 之后他又奔 东南边的四水关而去了 他又回去 唱了 嘿 又回去了 不是 你说这 是不是路痴 是路痴 紧接着这一回 你想 哎 不对 我怎么错道了 不是 我还得往西北去 在洛阳旁边 有一行阳 他又奔行阳去 不是 你 东南 西北 东南西北 你干嘛呢 没吃饱 直到行阳 可能吃了第二顿 洛阳水汐之后 终于发现 哎呦 我走错路了 算了 我还是过黄河 找我哥去吧 这才奔着那驴肉火烧去 哎 这是 关羽是路痴 嗯 当然了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还发现什么了 哎 你说 那里面有三个数学家吧 对啊 还一个不识数的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那位 诸葛亮啊 他不识数 诸葛亮 怎么能在 能不识数 前面咱不说了 直接说草川借借 那一天 借了多是支箭 那二十分钟 借了二十万支 不多不少 他怎么可能呢 他应该是能算出来啊 你算呢 你看就拿你这个稻草人吧 是吧 我们以上办事为例 你看这左眼右眼一二一支箭 嗯 然后鼻子一支 嘴一支 左脸蛋右脸蛋各一支 这一脸 六支箭 对不对 咱们首先得说啊 骨头的地儿扎不着 对不对 对 所以这儿能有两支 这儿能有两支 合骨这儿就算一支吧 扎的还真准 哎 这是五支 嗯 这边也五支 这十五支 这是十支 十六支 对不对 十六支箭 算你左胸脯右胸脯各两支 再肚子一支 然后再往下 下边就别 下面别扎了 尽量往上边扎 尽量往上边扎 啊 满打满算只能扎 三十支 一个人扎三十支 哎 你看看三十个人 二十条船啊 一万八千支 对呀 就说这船帮也扎上 两万两千支 这才 四万支 没错 再说了 这还有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你说这一支箭得有多尘 好歹这一支箭得有四两吗 差不多 这十万支箭 那就是四十吨 四十吨 数个量居然他回去了 你说他怎么回去了呢 还真是不实数 遇到路痴 他就回去了 那位给带回去了 谢谢大家 来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嘉宾 你好 向大家介绍一下孙国君 朋友们都叫他阿君 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小伙子 好像是在黑龙江农村长大 但是因为特别热爱音乐 后来就到北京了 对 后来就是因为从小喜欢音乐 可能家里穷 没有这样的平台 完了后来就是 自己就是一个人就来到北京了 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 曾经来过一位西单女孩 这个阿君也有这样一个 大家对他的这个称呼叫 大家叫我中关村男孩 中关村男孩 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因为他到北京之后 这个是在中关村的广场上演唱是吗 对 我们先通过视频来看看 他平时演出的场景 有没有人在中关村见过他的呀 哎呦 真的 喜欢他的歌吗 嗯 你在那边唱了多久 嗯 我在街上唱了大概一年多吧 一年多每天从几点到几点 每天从晚上七点多一直到半夜十二点 七点都要唱到十二点 哇 好长时间啊 差不多也等于春节晚会的时长 你一个人唱 对 我一个人 那都会遇到些什么样的人呢 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白领 还有厨师 还有那些 就是特别有钱的人 还有一些 农民工 还有一些像我一样的人 他们 每天晚上 他们每天晚上 到后来哈 到后来他们每天都去中关村那等我 完了 我每天去给他们演唱 就是这样 给他们唱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 我是在用我自己的音乐 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我也在用我自己的音乐 讲大家的故事 说得好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这歌是我自己的一首 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叫《真情》 《真情》 来掌声欢迎 有我的目光 让你的泪滑落 用我的微笑 融化你生命中曾有的错 如果你注定 有叹息多不过 至少还有我 和我为你唱过的歌 人生的旅途 都很执着 都很执着 就让我记住你 那曾有泪痕的恶脸 那双头过期待 灵望未来的夜 就让我写下你的故事 在刻在心底 然后一起扬着头 与幸福 与幸福 温暖的相见 就让我记住你 那曾有泪痕的恶脸 那双头过期待 灵望未来的夜 就让我写下你的故事 就让我写下你的故事 在刻在心底 然后一起扬着头 与幸福 温暖的相见 这首歌是写给谁的 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 有 因为 刚才我讲到 就是一个流浪歌手 我觉得就是 从我离开家 就是在外头流浪那一天 就做流浪歌手那一天 我没觉得 我欠过谁的 但是 过了这一年多 我才发现 其实 我 就是欠一个人特别多 谁 我自己的女朋友 因为可能是我从老家 到北京 路费也特别多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 说实话 我也不舍得回家 完了呢 女朋友呢 就一直在家等 从来都是 而且每一次分开的时候 我女朋友都是哭得不像样 所以说我就觉得 特别对不起她 我也是 有一次 我又走了之后 她就 在我们村头 那个搭档 她就哭了 她跟我说 她说 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每次都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怎么说 所以说 我后来就写了这首歌 叫真情 我想把我很久以来 欠女朋友的那一份情 和那一些过程 我给她补回来 可能别的女孩 她有那个浪漫 我自己的女朋友 从来都没有 因为她 在她印象里边 停留的可能就是 等待 一直等待 所以说 我今天想对她说 我想说 我女朋友叫小雪 我想说 小雪 其实 无论是将来发生什么事 什么样的情况 我就是对你的爱 永远都不会变 我用最土的 最实在的话说 我会赚钱 把家咬 把家给 置办好 赚的钱都给她花 还有就是 我会 我会 买很多很多好吃的 给她吃 还有就是 我会跟别人学 好多好吃的 我回家做给她吃 谢谢 我想说 小雪 你的等待是值得的 所有的泪水 都有了一份 最美好的回报 那我也来听听 我们现场评审的感受 我先说你的歌唱 声音非常单纯 干净 这个作为 这个流行唱法的歌手来说 很难得 很难得 再一个呢 就是你感觉很好 大概你这种感觉 恐怕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系 所以我在你的感觉的当中呢 也体会到你的一些内涵 这个也很重要 再一个呢 就是 沧桑感 我跟你讲 男歌手要有沧桑感 那是非常诱人的 所以 这几个优点啊 一定要把它保留好 自己也要把它梳理好 提炼好 这是第一个 我对你歌唱还是很有信心 再一个呢 这个也深深为你的经历感动 说点这个 亲情的话 我是黑龙江人 我父母也都不是搞音乐的 我十四岁开始学音乐 从北大荒 考到中央音乐 选作曲戏 难度跟你一样 我曾经有三个晚上是在北京这个火车站度过的 所以你刚才的那个那个那个经历啊给我感受很深 我写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年轮 年轮就是我的经历 所以当我写第二部电视剧宰相流流锅的时候啊 我就把我第一次的创作也不断的总结呈现大家 我只是想举我的例子 但是我真诚的真心的听到你刚才的故事以后希望你能够成才 能不能上春晚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不是最终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如何把歌唱好 如果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去 你将就是最大的成功 所以我祝福你 祝福你 谢谢 非常感谢王老师 谢谢 最后一个说还让吉老师说 因为他是搞文学的 这个刚才他唱第一句的时候 王立光老师就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一句 哎呀 唱得真是好听 真是好听 这很难得 黎叔很高兴 黎叔很满意 这对一个音乐家 一个作曲家来说 这种褒奖 无疑是发自内心的 你的那种离别 跟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的太太也好 你说现在好像是一种 离别的一种痛苦 翻过头来看 未必不是一种浪漫 他在等待着你 你用最质朴的语言说 我挣点钱 我要给他做好吃的 买好吃的 这种浪漫 我们听起来非常感人的 真的很感动 作为一个女人 真的能听到这样的话 是一种幸福 而且等待着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 有志气的男孩子 这多美妙啊 好 谢谢 谢老师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你让我看到的是一个真诚 帅气 浪漫 会过日子的男子汉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呢 我觉得 其实我挺羡慕你 这种生活方式 不但给自己 也给所有的人 带来快乐 第三句呢 我想说的是 这样一句话 北京 欢迎你和你的老婆 我相信 明年 你和你的老婆 能在北京 能够都有一份工作 那我觉得就直接上你们那个北市大二福中工作不挺好吗 给学生上音乐课 那不行 我们家有工资 有人呢 这个我最后能不能建议一下 可爱的漂亮的善良的女孩子们 给我的老乡来一声尖叫 鼓励她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福你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舞蹈欠夫的爱 小妹妹 你我多算走 哥哥你在岸上走 我俩的情 我俩的爱 在天生上荡游游 我荡游游 你含水洒一路 泪是在我心里流 那时候 我俩的爱 你也不隔壇 我老乡 你赶劲 你也不隔壇 我 我 你满家 我 你满家 我 你满家 你满家 我 你满家 我 你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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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爱上走 我俩的情 我俩的爱 在牵手上荡悠悠 荡荡悠悠 你喊水上一路 泪水在我心里酒 你喊水上一路 她不想走 让你追我 对你做困托 各自的爱上走 恩恩爱爱 天生当勇有 对你做困托 各自的爱上走 恩恩爱爱 天生当勇有 对你做困托 各自的爱上走 恩恩爱爱 天生当勇有 来我们掌声 我到底应该请哥哥还是妹妹呀 哥哥妹妹们 上台 各位好 哎呀 这一看正脸儿还有点接受不了 是吧 这光看侧脸儿的时候 哎 觉得还挺漂亮 特别是那高个男孩 来 你过来 你演的妹妹 远看身材好极了 你侧过来给大家看看 侧过来 对 瞧这妹妹 整一模特儿的身材 你有一米七几 我有一米八八 一米八八呀 哎呀 所以我说远看 就看见你这个妹妹了 这个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来自我们天津市的 金石业余舞蹈团的朋友们 起个名叫金石 肯定有它的含义 是吧 金石为开吧 对吧 一个是我们都是老年朋友 中老年朋友吧 我们成立到今天呢 一共有一年多了吧 说句实际的啊 我们真的比不了很多舞蹈队 专业的我们更比不了 业余的我们也很差 但是呢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舞蹈 真正的是有创意的 有心意的 而且呢 我觉得它特别提醒群众 就真的很有创意 而且我知道你们是 其实是各个不同的 这个工作岗位上面 都可以介绍一下 来自什么岗位 你是 警察 警察 什么警察 什么警种 治安警 治安警 最后那个扛起来就走的是你吗 是我 很适合 有力气 你呢 我就是模特 你真的是模特啊 怪不得呢 这么有形 来 个体经营 哦 我是装饰公司 什么公司 装饰公司 来 这几位 我是基层的人民法院的审判员 哦 还有来自法院的 有来自公安局的 有来自法院的 有检察院的吗 我来自基层企业的推销员 哦 企业推销员 呃 我是出版社的管理人员 出版社的 您看看 我是普通的业务员 业务 搞业务的 呃 我在音像出版社 音像出版社 好 还有你 兽医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父亲是内蒙军区的骑兵的兽医 我和我哥都是兽医 哦 哎呀 医生 兽医 我我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伙在台下是什么感受 我近距离面对他们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你知道吗 这半俩是黑悠悠的 这半俩沾着假睫毛 涂着大嘴唇 哈哈 哈哈 你们自个第一次画上这样的妆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也不太自信啊 非常难看 只能是河面给大家 只能看测量 对非常难看 但是呢 这这这这 画成这样 一个是老师的创意 第二是 真的是演出的需要 嗯 对也是为了观众啊 豁出去了就 来我们听下各位评审的感受 很亲近啊 你们这种形式啊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还是很常见的 嗯 尤其是 所以说这种很多民间民俗 慢慢慢慢都被我们的现代生活 给取替了 这个音乐是怎么来的 音乐是人们在劳动当中获得的灵感 而自发的创造出来的 你比如说你们刚才唱的千夫的爱 为什么现在这种形式越来越少 因为千夫没有了 所以恰恰是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你们这种啊 让人感觉到这个 这种责任感 他唤起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受 所以这个意义啊 大于你们所谓说的那些专业 所以我觉得你们真好 非常好 我很喜欢 我不知道二位老师 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先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这舞蹈好不好 好 创意新颖不新颖 这应该上春吧 因为什么 他是天津人 我也是天津人 好 这警察咋个就要搬上一大劫 耍罪犯 一耍一嘴儿嘛 这好家伙 换举手吧 季老师 那个 在化妆那 在化妆室的时候 我跟我儿子坐那 然后突然间一进来发现 哎呦妈呀 长得怎么折摸 但是演完了以后呢 我还真专门写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写的是什么呢 春晚呀 其实就是一个老百姓的春晚 只要老百姓喜欢 我们就应该让他上 是吧 说得好 我也想问问你们各位 这个自己的家里人啊 朋友 包括单位同事 看到你们都这模样上台 他们都是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警公安局里的同事们 我反正不想让他们看见 你这也上台也 你这是上了妆的样子 有看见过的人吗 没有了 现在好了 全国观众都看见了 是 别喝去了 是吧 有家里的比如说老伴啊 有看见你这模样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他们两个人是父子俩 上阵父子兵啊 真的 你自个跳不够 还把儿子也给带上了 我带到这个中老年队 让他这个尽早的成熟 因为现在的这个80后的孩子 都点的玩电脑啊什么的 特别服务 我让他进入这个中年状态 好 跟着你们一块过健康的生活 是吧 娱乐大家 娱乐观众 你喜欢 你喜欢跟着这些叔叔们 喜欢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能学到好多 我们有我不知道的知识 是吗 这也是一种收获啊 我也想问问 刚才我话没说 你们的家里老伴啊什么 看到 特别看到这样 有看到过的 有说什么的吗 没有 真的 始终都没有 就没有 这是第一次登台表演 真不容易 带来这样一个表演 其实我觉得 特别难得的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 不光是 不光是要上春晚 没那么简单 更多的事情 你们生活当中啊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 能够展示出来 生活里也多了一份乐趣 也能看出你们对生活的一份热爱 这个是 真的是值得欣赏的一种生活态度 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 还有个不错的吗 上春晚 好 我觉得我要上春晚真的是一个非常平和和宽广的舞台 我们怀着善意对待每一位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 我们去包容他 去欣赏他 去喜爱他 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 我是想邀请中关村男孩 来为大家演唱我们二十多年来春晚最终结束的时候的那曲《难忘经销》 朋友们下周再见 天亮与海角 天亮与海角 神州万里同怀抱 公主愿祝国好 祝国好 祝国好 神州万里同怀抱 祝祝国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